百岁艺术家黄勇玉的确画了一只中国需要的好兔 即便他继续颠覆着大家的这种集体审美习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开门见上我觉得有三点 第一,共同记忆 这次中国邮政邀请到了德高望重 有玩笑通透了快一个世纪的老艺术家黄勇玉来创作设计回某年邮票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可以与当下所有人的切夫经历一同存入记忆的事 就如同到了虎年岁尾 才看明白冯大中先生为什么会创作设计出那样两枚 与大众认知出现差距的虎年邮票一样 这都是可以在未来提示我们曾经发生的什么 我认为这是属于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记忆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档案 即便它是痛苦的 第二,艺术态度 对于我们国家级的这种邮票设计来说 它一定是命提示的 至于如何在方寸之间既能完成已有的这种利益 又能把自己的思想和态度融入其中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展现魅力的关键 现在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个蓝色兔子这枚邮票身上 我觉得这本身不就成功了吗 对吧 我们很多人都会有根据自身有限的经验 来判定事物的这种局限性 但是就是这种敲打 以自我经验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行为 也许就是老顽童黄勇玉要展现出的他一生的这种一贯的态度 不要太自以为是 所以我们现在观看一件作品时 会不会咨问一下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创作呢 他的其他作品又都是什么样了呢 第三,没有忘记传统 至于说颠覆了传统审美 那是因为焦点都放在了那只蓝色兔子身上 第二枚的同源共生 为什么没人关注呢 首尾相接奔腾不息的三只兔子 就在传统这种 三这个数字在传统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数字 三生万物啊 这还用多说吗 并且在中国红的背景中 配以玉兔倒药的文式 这难道不符合传统审美和美好的寓意吗 难道你就不缺药吗 所以 无论是黄勇玉先生创作的 鬼某年幼票 还是冯大中先生创作的人银年幼票 我觉得都是大师水准 都是真正的艺术家创作的良心家作 啥别说了 快去收藏吧